Hello,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FM941同声同路员 3WBC电台举行的举办的电台直播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一位神秘的嘉宾 他是谁呢?我先卖个关子 先简单说一下我们澳洲维州的疫情情况 维州从一个月前的700多 一直努力的把这个病毒减到最少 那么这两天已经去到两位数字了 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呢 我们在维州的另一个行动也在非常紧张的进行 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方把这个活动减慢了 步骤 那么这个是什么的活动呢? 应该说准备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举活动 这个是什么选举呢? 好 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出场 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吴敏文 我是博士山这一块选区的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 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我的中文拼音 大家晚上好 谢谢Sam 那么我们这个选举到底是怎么一个选举的? 吴先生 这个呢是叫维多利亚州地方政府选举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澳大利亚呢是三级政府 很清楚的 就是最高联邦 然后呢是州政府 然后州政府下面呢叫做地方议会或者叫地方市政府 那么我们这一次选举呢就是最下面这一级 就是叫City Council 就是地方市议会的选举 这个选举呢实际上呢 规模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选举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选出多少? 维州79个县市啊 每个县市有5到11名 11名市上面这么多的议员 那么你算一下 如果10乘以80的话 那就是800 反正有好几百位是议员要选出来 工程还蛮大 对 那么这个选举呢? 您说 关系到我们华人区的 这个你所在去是在这个Wirehouse City Council吧 对 我所在 对我所在的呢是白马市 然后白马市下面呢分11个选区嘛 11个选区呢 我呢就是在我们华人最集中的这个选区 就是博士山这一块 华人选区这个博士山选区 呃有好几个选区的其中的一个 11个之一对 嗯 嗯 那么你的大概的一个选区的范围 大概是在博士山的哪一条街到哪一条街之间吗? 呃选区的范围是这样的 我参选的这个选区呢 因为博士山大家知道有三个博士山 一个就是博士山 就是 就是从这个郊区suburbed来讲啊 有三个博士山 一个就是博士山本身 第二个呢 博士山南 就是博士山南 还有一个呢叫博士山北 那么我这个选区呢 就是跨了博士山和博士山北 就是不包括博士山北 其他都是我的选区 就是邮兵呢 3128 邮兵3128的朋友 就是我这个选区 那么这个选区的范围呢 大概四平方公里左右大啊 嗯 从哪条东南西北 它大致上是一个长方形 呃 东南西北四条大路啊 我 呃 西 我们从西开始讲 就是Cogging City这一块呢 是Elgar Road Elgar Road的上来呢 一直到Wild Horse Road Wild Horse Road呢 到了我们这个博士山的最中心的地方 就是Wild Horse Road 跟Station Road的交界 这个地方开始呢 就往北走了 直接沿着Station Street 一直到Thames Street 或者叫Margaret Street 就是博士山公园那些地方啊 那个到了那个北那块呢 就是说除了 就是说除了就是往东走了 就是Thames Street 或者Margaret Street 呃那条街呢也是博士山和博士山北的分界性啊 一直到Middle Barrow Road 就是大家知道Middle Barrow Road也是南北向走的对吧 所以Middle Barrow Road就是东宾的分界性 然后Middle Barrow Road一直往南 到了什么呢 到Canterbury Road Canterbury Road 这里呢 这个线呢就不是直线了 是一个斜角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路口呢 就是叫Gardina Creek 就是一条西了 一条小小小小小河了 这条小河呢 是我这个选区的分界性 是等于这个小河是东 就是怎么翻向走呢 是西 东南翻向走还是东西 东西 呃不对 呃 反正这条小河 这条小河是应该是从东往西南了对吧 嗯 这么个方向走 一直沿着这条小河 到了Stations Street 那么Stations Street以后呢 再到这个Riversdale Riversdale是东西巷的啊 就是那么 Riversdale是一个交接性 Riversdale一直往西到 Elgar Road 所以这构成一个封闭的一个 一个大致上是一个 长翻型的一个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选举的区迹 不太清楚的情况 是怎么去查询呢 呃很简单 呃实际上这个选区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选区的地图啊 应该是全维州 第一张地图出来 就是我 因为这个 我是专门请朋友呢 选区公布以后呢 第一时间我就让朋友呢 嗯 呃 跟我自己跟我 Malway联系 嗯 取得他的那个 专利权 那个那个著作版权以后呢 他说取得他的书面认可以后呢 我让朋友呢 从Malway里面 嗯 就是下载了他这一部分 嗯 所以呢 呃很多办法呢 大家加我最简单是加我微信加我手机号那我就可以发过来 OK 手机短信就可以发过来 嗯 嗯 那麻烦你方便透露你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吗 呃很方便很乐意啊很乐意给大家 呃我我的手机号实际上很好记 嗯嗯嗯 嗯嗯啊 嗯 输入这个手机就能查到我的微信号 那么如果你可以记一下我的微信号是 敏文5360 mww360 这是我的微信号 但是你查我的手机就好了,查我的手机就能查到 OK,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大概的流程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取得的选票 取得那个投票或者那个表格 好的,我们这个维州这个地方市议会选举 我还是从大的稍微过一下 就是说他是每4年一选 每4年一选,然后呢是固定的,法定的 就是法定的日期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他是正好跟美国总统大选是同步的 美国总统大选也是4年一选 基本上时间是同步的就是 因为我上次选我就记得了,上次选的我因为第一次参选我就 就比较关注自己的市议会 这次呢我就比较注意到了 比如说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大选 是11月3号 对吧,到那天大家基本上当天可能就很多就有数了,谁选的 那么我们这个市议会选举呢是11月6号呢结果会公布 那么 所以基本上是同步的 至于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是我们这个选举里面有 有那么三四个步骤啊 嗯 或者可以说三个步骤吧我觉得 那那是一个第一个重要的步骤 是什么呢就是说 因为选举嘛,你首先要搞清楚 哪些人来选 就是谁有选举权 就是谁是选民 这是第一件大事 对吧 这件大事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完成了 嗯,就是8月28号 啊,就是今天 9月1号了嘛,对吧 嗯 那么 8月28号呢,就是说选民名单截止 所以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 我可能多说两句呢,就是说 对我们华人,尤其大陆华人,尤其包括博士上华人,实际上是非常相关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嗯 顺便呢,我也要表示,我非常感谢我们 很多朋友 对这件事情呢,就是说 非常热心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选举人啊,就是谁有选举资格啊 分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呢就是公民 这个是基本上是自动的 就是在选举的名单上 还有一部分呢是 废公民 废公民 但是呢,你有物业,你有房产 你在选区里面有 有房产 或者有生意 啊 这些人呢,可以登记成为选民 对吧,你虽然不是公民,但可以登记成为选民 那么我们大陆华人呢,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对吧 呃,这次呢,就是说 呃,这个话题说的有点长 就是,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大陆华人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呃 呃,还是 呃 有很多人很热心,但是呢 呃,有一些 可惜的情况,比如说 有的朋友呢 他就在昨天前天,因为我 我在达成啊,还有新林发,新林发超市啊,等等 嗯,还有博士邵市邮局啊,等等,都发了一些填写的表格,就可以登记的 但是 有的朋友呢,就错过了28号的这个截止日期 呃,但是呢,我 让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说虽然错过了,有的 呃,另外一个呢 呃,反正这个我觉得以后就有机会提高了,尤其是如果我本能能够单选的话呢,我会把这些,因为这个不关是博士上一个选举的 嗯,把这个普及 大家来都要关注这个选举 而且,而且我觉得确实要统一组织起来,甚至成立一个组织啊,我觉得 嗯,对 所以这是第一步,对,那么这一步呢,已经截止了,就是 OK 这等于说这个登记已经结束了 对对对,嗯,好,OK 既然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 第一阶段,那么 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再聊聊其他,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大家